大家好,我是陈天福,教大资工系 那我想今天针对科技制造EDA这个话题 来介绍一下资料驱动AI平台的技术开发 那AI已经推行一阵子了 所以我们看这几年的发展 2017年Mackenzie有一个报告 它指出说我们在整个这个AI的应用里面 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X是它的impact score,Y是它的量 那这里面有引出几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有关于比如说预防性保养 那诸如此类的都是跟智慧制造有关 所以看得出来AI在这个整个智慧制造里面 机会是非常大的 那这样的一个推行到了2018年 同样的这样的机构又发了一个报告 它这里指出说 第一个用的最大产时的 就是有关于商业推广方面的AI 那第二个最大产值就是智慧制造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智慧制造我们讲再细看 大圈圈来反映出传统的资料分析的 所能涵盖的 然后更进一步的会逐步的被绿色的 浅深显颜色的这个圈圈来来取代 浅颜色的是表达我们在深度技术 AI的方面的发展 好我们更进一步看一下这里面的主题 会有impact的就是比如说像预防性保养 仓馆储存采购的预测 还有一些生产流程的改善 所以显见我们这个AI在整个智慧制造 这个方面应用机会非常的多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年2019 那这里有一份报告 也是还蛮有趣的 它这里主要是提到说我们如何来赢得AI 以这个AI的技术赢得我们的这个business 然后这里有五个结论 那第一个结论它说 AI一定要跟整个overall的整个商业的策略要结合 那这样的结合才有机会造就一个更大的一个产值效果 那第二个呢是说你的AI呢应该着重于使得你的整个revenue 你的产业效益呢更大的成长 更重于你做cost down 因为cost down呢你只是把这个整个成本降低 那这样子的以后的发展性是不够的 那第三个指出来的重要结论是说 你的AI的生产要跟你的AI的consumption 是要结合也就是你能产出多少AI的技术 就是每个AI技术都是要拿来用 那第四点提到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AI呢必须是全公司 整个business全员的大家投入 结合在一起一致向上 你这个才会有成功 那第五点提到 我们其实AI的人才目前是最欠缺的 那以其我们去外面找一堆AI的人才 希望来解决我们的产业的问题 不如你去好好的训练你个人 每个产业你自己公司既有的人 去培养你的AI的专场 资料的专家 甚至你的产线流程的人的改变 所以啊 AI不再是一个技术 应该是拿来使用为主 所以这里也附带有一个资料 可以大家share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假如你把既有的员工去活化它 去再次再多的AI训练 能成功的机会会大于说 你今天从外面再聘进来 然后希望能一蹴可及的 解决我们各个公司的问题 这个来的大 好 那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报告里面发现得到 人才是一个问题 然后工具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来探讨科技制造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科技制造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假如从现场面的管理 我们都知道人 机 料 法 环 这个五大面向 那假如从这五大面向的一般制造的面临的问题 我们去细部来看 有关于人的部分 我们现在有机会用AI来取代 比如说AI去学习一些老师傅的智慧 去做人眼的管控 那机的方面 我们的AI可以做预防性的保养 可以使得我的机器的维护 我都可以用AI来预测 这样的话让我的整个驾动力可以很高 那像料的部分也蛮多的 比如说我可以做瑕疵的检测 不良品的检测 我可以事先透过很多的方法 预先知道我哪些的料 或者我产品的效果如何 那法的方面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更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强调生产多少秘方 这些生产的秘方工艺的know how 是我们各家公司所希望去独自拥有 但是也要跟你的产线的条件配合 那有时候我们过去这个东西就靠人 那在AI的时代 人跟一个有智慧的设备机器搭配 我想是可以造就更好的生产制造的方法 那环境的部分是我们现在所重视的 比如说你要安全掌控 你要危险物品的掌控 安全区域的监测 像这些是过去可能 我们在实体上面不太重视 那有AI的solution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很明确的掌控 所以整个Obo来讲 我们讲到AI的制造 可能有人基料法 这方面是传统的议题 但是来到AI的时代 这个议题都还在 那我们会随着需求 会产生更多的活动 然后导致数据的收集 透过我们很多数据的收集之后 我们再引导回来 使得改善我们自己的生产的流程 那说穿了 过去的这些活动 以现在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AI 来引导我们的人基料法环 这五大面向 透过资料的收集 然后来回应我们的需求 所以整个Obo来讲 其实是工具面要到位 那我现在很快的来讲一下 这些概念我们大概都有 但是问题是我们产业 真的导入AI 没那么容易 那我大概归结有几个 很明显的痛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些领域 都是蛮碎片化的 所以这些技术 明明种种 你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有平台提供者 AI晶片 然后有系统整合商 每个人都扮演他自己的角色 但是每个人的所提供的AI 真正在现场上面 它都是个别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这是AI独有的问题 就是我们AI重视资料 但是偏偏资料 是各个企业的know how 资料不出门 这个是大家目前在AI 这个实行上面 一个蛮普遍的现象 会使得AI的提供者 他没有办法 轻易的接触到真正的资料 那就没办法产生出一个 有用的AI solution 所以这也是一个痛苦的问题 然后第三点就是 其实真正的Edge AI 实现的AI 都要到晶片这个层级 走到Edge 我们都知道Edge AI 是我们AI落地的 唯一的solution 待会会有一个座谈会谈到 就是我们的这些AI的技术 都是透过一些硬体的实现 要来造就出来 那偏偏这个部分的 solution非常多 非常的特殊 多元化 复杂度很高 不容易介入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导入 AI要面临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 透过一个有效率的方法 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方法 去做一个Edge AI 那第四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潜在的问题 就是AI大部分都要领域专家的投入 那偏偏我们现在 AI技术的提供者 这几家公司 都没有我们的know how 所以他们在提供 一些AI的solution的时候 我们往往使用端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它的有效性 那这些问题呢 整个overall来讲 它就是一个碎片化的问题 每一件东西都是碎片的 然后今天有一个overall的solution 这些的麻烦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 因为人才的缺乏 我们缺少一些 有资料的概念的人 缺少一些 AI model的建模的人 那更缺少一些 能有办法跟产业沟通的人 所以这些问题啊 都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好 那在这些问题上呢 大企业 他们有钱 有人 所以他们会成立AI部门 然后去面对多元化的需求 应付我们这个 整个他们产现大量的AI的需求 那我们台湾啊 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我们中小企业是 事实上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资源不足 他们人才不够 所以这时候啊 他们要导入AI是更困难 所以我说啊 整个智慧制造 在EDA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加速 如何加速整个AI的开发 并且降低整个AI实现的 这个障碍 好 我这里提到几个发展的历程 那从早期啊 我们知道我们工厂的生产 大部分都收很多资料 早期我们的所有的生产 都是透过Excel去调 调这些资料 调这些的参数选项 那进入AI的导入 这近几年 开始有AI的方案产生 那我们看到目前的现象就是 但是我们会聘请一些AI的专家 资料的专家来做这些开发 但是呢 现在现况是这样子的 他们做出来这些AI model 导到现场去啊 跟这个现场的人 是有个隔阂 他不知道这边现场的状况 所以产生很多的东西啊 这个的效益是不如他们现场 所以也就是他们现在现场的部分啊 智慧制造的这个现场部分 对于AI的方案的导入 就存在某些抗拒 那这个抗拒的原因呢 是在于说 两者的沟通 事实上是有了它的障碍的 那这个也会造就我们在 智慧制造的这个EDA的问题上面 其实应该是要考虑到说 我们有办法 让我们资料的人 跟我们现场的人 是一个很顺畅的沟通 然后透过一个平台流程的导入 让这件事情是有效率的沟通 这个是我今天探讨 EDA的这个议题上所要作严的 好 那我在进入一个EDA的这个议题上 我先很快速的讲一下 AI的Life Cycle 那这个AI的应用的技术的产生啊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六部曲 就是从AI的资料收集 资料的Data Engineering 因为资料是最重要的 资料能反映我们所有现场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方法 那比如说我要做Labelling 要做Imputation 就是我们要做补除一些凑齐的资料 然后我们要做资料工程 比如说我们有些资料呢 它的这个变异太大 我们要做一些修整 这个都属于资料Engineering的事情 那再进入第三个阶段 就是AI的Modeling 那AI这个Modeling呢 其实是我们现在所常见的 所谓AI建模 那AI建模呢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 那慢慢的这个过去啊 AI人才不够 然后最近这几年学校 各个地方都产生很多的AI人才 他们都可以进行AI的建模 那AI的建模 比如说做不同的模型方式 然后尝试的把一些模型做符合这个资料的成功 做一些Transport Learning 把一些Modeling从A 应用转到B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可以知道的 好那这里所提到的 一二三是我们大部分 每个人所能详的AI的流程 那我们今天强调AI的这个EDA 我们要呼吁的是 你还要重视后面的细节 那有哪些细节呢 比如说我们必须针对 一个建模出来的结果 要做FindTune 你要去维小它 维化 优化它 所以使得你这个建出来的模型 可以跟现场结合 那这里的手法有很多 比如说我要做Pruning 要做Colonization 要做量化 然后我可能对Modeling的Structure 要做重整 使得我的AI的模型 可以跟我的现场的特别的应用 可以百分之百的结合 这个议题是过去里面不太重视的 但是我们今天强调 要智慧制造 科技制造EDA 这个都是要被考虑进来的 好 那模型做优化完了之后 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把它布建到现场 那布建的方式呢 可能有Cloud 可能有Edge 可能有N-Node 就是你要贴近机器 所以这里的Deployment呢 其实还要花蛮多功夫 那我们待会有个座谈会 这里所谈到的硬体的Solution 都是牵扯到建模的Deployment问题上 那这件事情需要跟你的前面的这个优化 都要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把这样的建模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有持续要更新 这个跟我们人啊 一再的学习一样 你要AI的Model 要持续的更新学习 所以你会有新的资料 那才去重新启动我们的Model 那这样的一个循环是一直存在的 好 那我们谈到这里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个方法论 那这个EDA啊 就是一个方法论 然后有training 好 那我们training这一端呢 整个概念就是从资料灌进来 我们要经过 刚刚讲的 123456 六部群 然后产生一个Inference Model 到现场去实行 所以呢 所谓的EDA呢 其实它是 把我们刚刚讲的123456啊 都把它模组化 参数化 尽可能的让它可以自动化 这是我们认为 EDA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也就是我们要实施 我们的整个AI的生成 是越来越快速的 好 那这样一个自动化呢 都有Target Aware 也就是说 我打从资料开始 生这个AI的时候 我都知道我会用到哪里去 那跟我的现场的 所需要的点 已经都有个预先的结合 这样我走出来的结果 才是最佳的方案 好 那这样一个EDA的Tool呢 其实 要让它自动化 还要有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要有一个指导者 那我们一般的指导者 只是人 那在这个EDA里面呢 我们认为指导者呢 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数学的引导工具 这个所谓的自动化引导工具 才能把我们这件事情啊 整个自动化呢 变成设定 好 那我们做这个EDA里面 其实就是有考虑到 Training的环境 跟Inference的环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到说 晶片的设计啊 有Way Training所挑出来的硬体设计 跟Way Inference所挑出来的硬体设计 好 那我这里来介绍一下 刚刚所讲的要有个自动化引导的工具 那我这里来就介绍一下 我们在交代这边所开发出来一个Duct Up 是所谓的Duct Optimization的意思 那其实它是一个超参数的优化平台 那也可以用来做我们一般生产线啊 那个参数的设定 所以它基本概念是这样 就是我们来你做你自己的设计 我们这边来提供一个优化的服务 你每次把你的设计的结果告诉我们 我们来再给你一个下一次的 调教的一个参数建议 所以来来回来之间啊 我们有机会呢 会使得我们的产品的参数啊 调教是越来越好 那它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希望可以透过过去调教的经验的累积 然后透过一些数学的模式的分析 帮你呢给你一些 更进一步有用的建议 所以使得你的整个Overall的修正啊 是朝着一个正向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在走 所以它基本的原理就是透过一个API 使得你的这个设计啊 跟我的部分可以分离 那透过一个UI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结果 所以比如说我们也提供几项工具 比如说你可以说 我调了过去这100次 然后呢整个用3D的结构里面去分析出 哪些的参数对你来讲是有它的正面的效益 那也可以看得出说 哪些地方啊是热点 这个热点呢让你知道说 越来越哪个区域呢 是最有机会啊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向的答案 所以它整个Overall就是一种自动化的引导工具 好那我这里是很快的介绍一下 这样的工具呢其实是在我们整个EDA里面 一个蛮重要可以让我们设计者 看到它自己的一个调教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画面 那可以看得出来说 它这里有它的历史的历程 然后可以放大缩小 可以有些重要性的指标 然后呢这里我很快的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样的工具在我们的EDA里面 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元件 因为呢它其实背后 我们知道很多的AI其实都是背后 都有它的数学模型 所以呢这个DuckUp它这里会有准备几个Tuner 那所谓Tuner呢就是透过不同的数学分析 去把几个数学的模型呢把它标准化出来 所以你的设计啊 你的任何设计是一个Blackbox 那这样一个Blackbox的调教过程中 你的产线啊每个状况可能都不一样 你也不知道它的道理是什么 但是我们相信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就是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经验会被储存在这个Database里面 那我们透过过去的经验的分析 可以用来归纳你未来是怎么走会比较好 那我很快的讲一下 你看这里的原理是这样 我们黑点啊就是我们的量测 假如我们整个实验的设计啊 能做了量测的次数是有限的 我们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会尽量减少量测的次数 但是呢你我每次假如要做这种量测 平人的话可能是用中间法 随便取一个中间值来做下一次的量测 那这个是有点是在做用拆的 那假如透过一个自动化的引导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激励模型去推论 哪一个的量测在下一次最有机会啊 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所以会希望慢慢的往一个比较好的答案贴近 这是我们整个自动化引导工具的一个重点 那这样一个流程啊就是一个平台 这样平台呢就是一个EDA 一个很多的模组所串联出来一个平台 好那我们假如把这些model 透过这些平台都生出来之后啊 我们开始考虑到说 我怎么样的到现场去执行 现场去跟我的机台结合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面临朝向 Edge AI的一个议题 好那假如我们今天来面临的很多的晶片 很多的硬体 这时候啊我们的面临的问题就是 如何把我的模型做优化调教 然后呢最后生成一个执行档 那这个执行档呢 说穿了就是要让我的最后这个模型啊 可以变成是一个在硬体上可以被执行的一个程式包 好那这样一个优化呢其实包含好几项啊 比如说我做一些quantization 我做一些optimization 然后做一些decomposition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优化的手法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EDA啊 都要在这个地方每一个都是可以形成一个EDA的工具 好所以整个 Oboard这个是走到第四步 第五步啊都是有关于Edge AI这边 那我这里呢分享几个说 有关于优化 有关于这个缩小 到我们硬体可以执行的这个优点在哪 那我这里是显示几张数据给各位看 假如你今天训练出来一个AI model 那然后呢很单纯的 based on你的TensorFlow是大家所熟悉的 向其执行的结果呢就是蓝色的这个bar 好我们这个exo啊是不同的模型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啊耳熟能详的几个模型 那我们看得出来在这样一个蓝色呢 就是比如说model1是很复杂 在每一复杂的计算呢 它所需要的执行的时间呢 比如说300个minisecond 哇这个数字有时候相对比起来 跟一个50个minisecond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我假如透过一个优化 透过一个EDA来帮我去做到一个微小化执行档 在同样的一个执行的模式之下 但是它的执行效率就差很多 就是我们的橘色线 你看我可以把从300或500ms 可以缩小到大概150 所以这个进步的量是很大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硬体额外的投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做得到的 好那另外一边呢 我们去看一下它记忆体的需求量 那这个记忆体需求量反映到说 你同一个硬体的环境之下 你可以执行的AI的Job的个数 我们同样的看到model1啊 你看在这个地方呢 它记忆体的需求量大概是4000 经过一个优化减少缩小之后 你大概是700 那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同一个硬体的情况之下 我不仅执行时间拉快 我也可以同时执行好几个AI model 这个代表我overall support 就是同时之间能handle的AI的推论就加快很多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EDA tool 应该要提供的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呢 透过一个很好的AI工具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面对同样的硬体选择 比如说这是NVIDIA所提供出来的晶片的选项 你可以很high-end到比如说2060的这个晶片的GPU考 那Jackson是一个Xavier就是给车用电子用的 到一个小板子TX2 那去年呢 NVIDIA推出NARO更小的板子 那这是非常精简 那可以牵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机台设备上 你看这样光是NVIDIA的Solution就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开发出一个AI model来 我假如有做优化跟没有做优化 你可以看到出来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以NARO来讲 它的晶片是非常小的 体积也很小 但是我这个model呢 整个在一个原来framework之下 我所需要执行的时间 一张图需要3点多秒 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当的长 但是我假如经过很适当的EDA tool 来帮我做一些优化的话 这个工具下来 你看我可以同样的硬体 我可以做到0.69秒 所以这个等于是大幅的改善我的执行时间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议题 好 那我们把不同的AI 透过一些model的工具生成之后 我这里也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未来我们的AI呢 不再是光是影像 也有素质 那也有文字 所以呢我们整个在智慧制造里面 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可以把这些AI呢 都单独建出来 然后呢更需要一个方法 用积木式的一个方式呢 把它串联在一起 使得解决我真正的最后 是生产制造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透过过程中 一些个别的AI的开发 可以把这个model的效应做出来 然后呢再透过一个整合式的方式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一个AI EDA所要提供出来的 那我想我今天呢 大概跟各位分享有关于 整个AI的这样的model的制作 一直到晶片的过程中 几个重要的自动化的模组 那我这里想要呼应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未来的世界 AI的世界 应该是资料拥有者 也就是说你今天拥有domain knowledge 拥有一些场域经验 场域动化的人 你是主导AI的人 因为呢 AI不是AI专家所能主导的 因为AI真正的价值来自于资料 来自于domain的问题的解读 然后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AI 所以这个AI世界是由AI的data owner 那这个data owner 不光是这些AI的这些技术的人 而是真正有智慧 有资料 有经验的专家人们所拥有的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所有的AI 可以普及到每个地方 所以这呼应到我的前头就讲了 AI要被民主化 好那AI民主化跟普及化 就变成是我们EDA工具 所能提供的 因为透过一个很有效的EDA工具之后 让整个AI 不再是一个AI专家 才能升这个AI model 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就很像一个wall的设计 每一个wall 每一个人都会操作wall 那到最后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写一个很好的文章 这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以后会是AI是普及化 大众化 只要拥有资料的人都可以创造AI 好那我想我今天来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说 以后的AI应该是一个普遍化的 一个被大众化的 一个AI的生产 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EDA工具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结论 一个有用的AI EDA工具 应该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呢 它是应该要允许资料拥有者 跟具有这些专长专业知识的人 他们的结合在整个AI的Solution上 第二点就是AI本身 以后拥抱AI 你可以说拥抱AI不用写程式 我不用学会写程式 我就可以生成我自己的AI 来解我自己的问题 那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以后的AI被民主化 被普及化之后呢 人人可得 而且呢 它变成是一个随时可以取用的一个技术 好 所以我今天的最后就是在于说 以资料来驱动新的AI科技 我们就有机会迈向科技制造一个新的未来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在这里 我想我的结论就是 要以AI的资料驱动 来产生我们AI的Solution 所以我们待会有个座谈会 邀请三位专家 从AI的硬体系统的角度 来提供一个平台 所以使得串联我们的概念 就是从资料的生成 到AI的Model建立 一直到我们的执行党生出 所以这些东西呢 由AI的硬体的角度 提供一个AI的EDA的 设计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AI的流程是从头到尾 有个完整的方案 好 那我今天报告分享到这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石新泽 是CIO月刊的总组笔 今天有幸来跟各位 谈科技制造的一个新面貌 那刚刚各位有听过 陈老师的一个 对于科技制造的一个 一个阐述 未来发展的一个阐述 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幸 请了三位专家 来谈这方面的一个发展 然后各个层面 我们刚好也都顾到了 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位 AMD的Mickey 技术经理Mickey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Eric 第三位的话 是Synopsys的策略总监 Kevin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Synopsys Kevin 那刚刚我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请的 为什么请到这三位专家呢 刚好这三位专家 有不同的一个特性 AMD 谈的是 运算方面的一个精进 戴尔科技的话 可以告诉大家 未来运算架构 运算储存的一个发展 在科技制造上面 所能够表现的内容 那新式科技 Synopsys的话 是大家最熟悉的 一个EDA的开发环境 那他们在这个科技制造 又有一个新的 什么样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首先请AMD的Mickey 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在AMD在这方面的话 有些什么样新的表现 主持人好 就是针对像 EDA的运用 那就我们了解到 像EDA的这些软体 的使用客户 那通常会对CPU的单核的性能 会要求它的性能越高越好 因此 是AMD除了现有已经发布的 多核心的产品外 我们还特别在4月14号 量产了三款 新的高频率的处理器 那分别为7F32 7F52 以及7F72 那最简单的辨别方式 就是这三款是 处理器的中间的代号F 代表High Frequency的意思 那这三款处理器的特性就是 它的核心数比较少 那它的基础频率较高 那拥有较大的L3快取缓存 那同时价钱也是非常的具有竞争力 那首先介绍的是7F32 7F32它拥有到8个物理核心 基础频率高达了3.7G 而接着7F52 这款CPU它拥有16个物理核心 基础频率高达3.5G 那第三款是核心数最多的 来到了24个核心 Core name 是7F72 那基础频率高达3.2G 那这三款伺服器它的 boost频率最多都可以来到3.9G 那同时 单核的CPU 最多可以挪用到16MB的L3快取 那透过这些特性 都能够有效的增加 处理器单核的性能 我觉得AMD 在这个大数据或是AI时代 的确底层的技术一直不断在精进 那这边的话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讲的 OK 我觉得从戴尔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来去看 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谈的是科技制造 这个事情 前面其实陈老师也提过一个观念 至于说其实EDA这个字眼 理论上它可能看起来只是一般的IC design 的这个processing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把它扩大解释的话 其实现在企业要面对要解决一个事情 应该是整体的从前端的这个所谓的制造 到中间的这种processing 到后端可能有一些design的这些factor 要把它印回进去 所以当然我们从最底层 当然其实从戴尔科技的整个观点来去看 我们已经是市场上一个属于领导的一个厂商 不管在基础的这种的server的平台 storage平台 这些其实我们都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我们也serve整个world外非常多的一个客户 也包括了很多在世界上 台湾里面一些高科技的这种的设计的 产业的这个客户 其实我们都是我们的客户之一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更希望说 我们所打造的这一些的科技 当然我们这个科技打造的 只有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到 所以说我们跟AMD 做了很多的integration 我们跟Kevin 这边Synopsis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certification 我们希望说在最底层 design in 这个factor当中 可以把客户的这种的 what they see and what you get 就是说他想到什么 他希望说这一个新的chip也好 或者这一些新的AI chip也好 他可以依照他想要的一个方法 跟加速这个time to market的方式 可以尽快推出市场 从user的眼光来去看的话 就是说从生产制造 他可能有更多的去referage 一些新的technology IoT这一些 比如说他可以有edge computing 可以有更快的从它的源头 去收集到一些所谓 从sensor data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所谓的客制制造 跟IoT 跟很多的都会有一个连贯性 其实我们最常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从fault detection来去看 很多的现在开始说有所谓的image 或者是visual的recognition 就是说怎么去很快速去侦测 这一些所谓的一个错误产生 所以说从大尔科技的角度来去看 我们希望说把IT跟OT 可以去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带来更多的benefit 给到客户去 哇非常清楚 那Synaptic在EDA的一个开发环境 那事实上也有很多的一个进展 那Synaptic在这几年 事实上也买了很多公司 在因应这样的一个趋势 能不能请Kevin 来跟我们跟大家聊一下 对 在今天主题当中来讲 我们聊聊到所谓的科技制造 那科技制造来讲的话 像AMD跟DALE来讲 基本上就分别代表 两种非常典型的一个科技 一个是半导体的一个生产制造 另外一个就是PC的一个生产制造 在这两个应用当中来讲 谁那谁这边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我们主要是 我们可以谈两个层面 一个是我们先从半导体来谈 刚刚AMD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在一个单核当中来讲 所以整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趋势 你要一个单核 从单核到多核 然后又要整个performance上来 基本上在半导体的世界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 要从整个过去的传统的一个制程 往上增加到所谓的高阶制程 那个我最近做了一些study 第一颗intel的晶片呢 基本上是在1991年的时候 所生产出来的 那一颗晶片是6个bit 然后呢制程是10个micro 相当于一个细胞 每一个get是一个细胞的大小 它所做出来的晶片大概是 4乘3mm2 12mm 然后我再反推到 现在AMD最新的这一代的晶片 它的get count 高达400亿的get count 现在40个billion 目前人类在77亿 对 我把它反推说 如果说用当时50年前的制程 这个面积喔 你能想像说它像多大的一个面积 可以做出来一个晶片吗 我算过 10米乘上20米 像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才可以做出一个像目前 现在AMD的一个晶片 那你能想像说 这么复杂的一个晶片设计当中来讲 从过去每一个晶片 2000多个到现在40个billion 你想像说 如果说我们把电晶体 当成人来讲的话 在整个半导体的世界当中 像我们要找到一个线 把所有这些人给串起来 过去用传统的人为的方式 来数量小小就可以 你在一个这么一个 high density的一个 的Gate Con当中 你不可能再用传统的方式来做 所以在这时候来讲 如果说透过EDA 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所谓的TTR Ti to Result 以及Improve 所谓的QOR Quality to Result 这样子一个部分的话 就变成是非常的重要 那EDA在这边来讲 在这个复杂度当中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如何把AI的元素 把它给灌进来 就是说在整个过去的 半导体的一个生产制造当中 我们有过去累积这么多的一个经验 这些经验呢 我们如果透过AI的一个预测 所以在整个生产设计 制造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透过Data Correction 然后呢 把那些东西透过AI的一个运算模型 把它给预测说 我们在这样子一个IC的一个 针对这样一个需求跟设计 如何透过AI 缩短整个的Design Cycle 所以这会是在EDA当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Eric 我们再请教你一下 这在 现在既然已经要导入AI的一些技术 甚至你刚才提到Edge Computing 那Del在这个方面 有些什么新的一些 尤其是在储存 现在有谈到Data Lack 有谈到各种的 储存的一些新的技术 那Del在这方面的话 能够幫助我们现在在科技制造 这些准备迈向新世代科技制造的人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或是发展 是可以协助他们的 OK 我觉得其实我们最近也很多的这种客户 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说 因为他们可能都会想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怎么可以从我以往生产的一些数据 或者是这些的经验 去推导说 他未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可以去做改进 其实我通常都会跟客户去分享两个概念 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先 preserve 你所有的Data 因为 你在 因为以往 我们在传统的制造的这种过程 可能你很多的know-how 都是靠老师傅 这个老师傅控制机台的这些人 他可能就是说 他有一经验 他觉得说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然后今天就要去调配什么样的东西 但走到现在 尤其在半导体制造的来讲的话 其实你不可能去靠这些Data来去做 所以 其实我们有很多在生产的这种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说 在原料的投入的时候产出不一样 你可能就要有一种记录 我们怎么去有效去把这种生产的记录的所谓的fault 去把它好好的记录起来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概念 就是说Data lag 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让所有的数据 都很像一些小溪河流这样子 可以全部汇整到一个所谓的Data lag 当中 然后当我们去已经把它做好一个储存了以后 第一个他要做到的要素就是说 他可以接受不同的 protocol 因为可能传统就是说 用很多的客户可能第一个想像 Storage 嘛 所以说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个Fiber的Storage 或者是一个NAS的Storage 但是你看其实很多现在的on field 比如说机台它出来是PLC的Data 它可能从Sensor 这些东西出来 可能是另外一种Format 那这些你怎么去用这种的方式去储存 你可能需要很多Gateway 所以说 我们的Data lag 解决方案 就是说希望可以从不同 protocol 我们都可以把它汇集 汇集完之后 足够存到一定的这种使用量的时候 我就开始 可能有一些AI的training 但AI的training 很多人在一开始 慢慢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都会想说 我是不是买几台GPU Server 我们就可以解决 但是你会发现说 这个Data set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谈一个字眼 Time to market 这个事情 如果你今天 用一台GPU Server 去运算这个事情 你可能在Data set小的时候 你可能 可能几十分钟你出来一个答案 去做一个推理 但是你如果现在Data set是非常庞大的时候 难道你现在还能够去等这个事情吗 我相信这个是不能等的 所以说我们才希望说 就是说 可我应该要好好去衡量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加构 Time to market 是有一个ratio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例 那我们怎么去加速这个事情 其实站在我们的角度 我们希望说在operation这一层 尽量让这些使用者 他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心思 在这一些部署上面 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到很多新的技术 比如说容器的一些技术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自动化的一些技术 其实你会看到说 他为了解决什么事情 为了解决说这一些design的人员 或者是作业的 或者是做innovation的人员 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他专注该做的事情 不要去把时间花在就是说 infrastructure 怎么去做management 然后这些东西 我要去解决很多相容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架构上面 我们是希望说第一个 解决它所谓的storage 的需求 第二个就是说 当他要使用这一些运算资源的时候 可以随手可得 我们都做一个很好的比喻 就是说 你也没有想到说 如果你要喝一罐饮料 今天你也没有考虑说 你怎么去做那个旅罐 再来你可能那个开口会被割到舌头 但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要做这个事情 要做的就是很简单 我今天就是可以打开这个一开瓶 我马上就可以喝 所以说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希望说我们可以 也可以让协助到全部的客户 事实上现在科技的发展 IT 尤其资讯管理的发展 都走向simple IT 对对对 建议IT 你刚刚所提到的 怎样能够更快 那刚刚讲toto market 事实上资料最麻烦的还是运算 我们刚刚讲内工 所以 那在 刚刚讲的 新的产品要准备出来 那新的产品出来 它带来的一个效益 CP值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可以去描述的情境 可以来去提的 像刚刚Kevin 就提了一个情境嘛 对不对 那现在用一个A12的一个 可能要一个大的游泳池 才做得起来 能不能 你的新产品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那个CPU也要跟 不只要找GPU了 现在CPU可以扮演很强的 在资料的一个运算上面 尤其这新款又是特别 可以解决这方面问题 能不能帮我们 hint 一下 OK 没问题 我这边 echo一下 那 Kevin 这边大概讲 30年前的科技 其实已经跟现在的差异 已经越来越大 对 那我这边 show 一下 就是 这是我们 AMD ROMA CPU 它的一个内部的架构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八个比较小的 就是台积电的7nm 制程的CPU大 那这个弹里面 就是集成了各个独立的 所谓的物理核心 包含 L1 L2 L3 的快取的缓存 那中间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所谓的 IO 带 是 Global Foundry 的14nm 制程 那主要负责输入与输出控制 那 AMD 处理器 在这边的特性 就是我们 AMD 处理器 有许多独立的 所谓的 L3 快取缓存 那在这种架构下 当我们在执行 像是所谓的多工执行 多执行序的时候 AMD 的处理器 能够以较少的时间 来完成相同的工作类 不是 就是意思是说 时间就是金钱 对 时间就是金钱 那当CPU在Fort Loading 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AMD 处理器 这边的性 对 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关系 等于是透过 AMD 处理器的优势 来达到 Time to Market 的效果 嗯 那稳定性如何呢 稳定性当然没问题 台积电7nm 制程 当然啦 我会替我们国产的台积电 来讲一下 是啊 那么请那个 Kevin 再帮我们聊一下 刚刚事实上 在 AI 的一个基础导入 尤其是 ETA 的发展 事实上你刚刚有 之前有提 我们聊天有提到说 事实上已经往上发展了 对 它是怎样一个趋势呢 你能不能讲一下 基本上来讲 刚刚讲到科技制造 有讲到 AI 对 又讲到 DATA AI 其中一个重要就是 DATA 对 那当然DATA 来讲到 不然就是所谓的 DATA CORRECTION 那如果读同刚刚 Mickey 所介绍到 AMV 的这个晶片 我们也都知道说 从科技制造来讲 过去不外乎就是说 从一开始我们构想设计 对 真正实质的设计 然后 针对这边设计所做的验证 然后最后再做生产 这是传统的一个 Design 的 methodology 不过你想看看 过去晶片一颗 晶片这样一个设计 从一开始 Comp-set Design 到真正 Manufacturing 至少要三年 不过你整个 时代的变化这么快 你不可能然后三年之后才发现 糟糕 市场不一样了 怎么办 所以现在的整个 Design 的 Massage 变了 你要在一开始 Concept Design 的时候 就要能够去 foresee 最后面 Production 的状况 尽可能能够把三年 把它缩小到两年 甚至在一年内 就要能够title market 所以在 Design Massage 当中来讲 现在呢 基本上 Synastic 所 propose 就是Shop that 你必须要在一开始 Concept Design 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方式 透过 Virtual Prototyping 的方式 去 Emulate 你本身 Design完毕之后 会有的效能跟状况 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在 Early Design 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去 Tune 去改变 然后 Adopt to 市场的真正的一个需求 所以如何透过 Shop that 的方式呢 在 Early Design 然后甚至 Early 的 Prototyping 然后让整个产品 Title Market 的时候 可以 Really Meet Market 的一个 Demand 这才能够真正达到 整个任何投资的一个效益 这样 这个有特别的一个技术名称吗 或者说你们用怎样的技术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目的呢 分两个层次 一开始在构想设计的时候呢 以晶片来说 我们分两个 晶片不外乎 暖体跟硬体 暖体在做架构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 PA Ultra 来做整个一颗 Chip 所谓的 Power Performance 跟 Die Cost 的这样子的分析 另外 AMD 在做晶片的时候 上面一定要有个暖体 那你 Chip 还没 Ready 那你暖体不能等在那边啊 所以呢我们有另外一套 虚拟的环境 叫 Virtualizer 嗯 就可以 Under在这个 Virtualizer 呢 模拟一颗 AMD 的晶片 然后让软体呢 就可以事先呢 在上面去做一些 Potting 跟做一个 Software 的 Integration 所以后续在整个这部 这边来讲 有一个啊 名词叫做所谓的 Howard Software Code Design 嗯 就这样子一个Message 嗯 嗯 那我们请 Erika 那个 您是最常 做节目的齁 我们其他人都是 对对 那个上花轿第一招 哈 所以一定要让您多多 多多发挥一下 我想说 戴尔科技事实上 在尤其刚刚所提的 假设科技制造 在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最近最常听到的就是智慧制造 嗯 其实智慧制造在翻转 比较偏重于 全产 全产制造业的翻转 智慧制造 在高科技这里 早就智慧制造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特别谈了一个 因为 AI 因为数据 因为新的技术进来 也在翻转目前高科技制造的一个制造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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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环境好了 嗯 一个生态 所以 戴尔科技在这里面 你们本身 刚刚他的提到 你们也是 你们事实上是委托制造 嗯 可是你们在制造这里 你们也算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大咖 然后你们也供应 现在大家制造的一个 环境 你们谈谈戴尔科技 在科技制造这里 会有更多 什么4C的一些 未来的一些Vision 或是 你们觉得 是可以特别 这是我们戴尔科技 特别 可以给大家的一个贡献 OK 其实我觉得 这个 主持人这个问题真的是 有点大了 对对对 但是 如果把它浓缩起来看的话 就是说 我以我们自己公司来当一个例子好了 其实 我们也算是一个 制造的公司 因为我们制造product 你现在买到的 notebook PC 跟这些 所有的终端产品 包括Data Center的产品 其实我们都是制造商 但是 从这个制造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很早就把 AI的这一种的 concept 把它放进去 制造这一个 这一个路上 当然我们自己 不 不 不生产晶元 CPU这些东西 但是你会看到说 我们有点是 我们把成品做出来 所以 我们面对的是 直接客户的满意度的问题 客户的满意度会怎么样 譬如说我今天 我买一台 我买一台 我买一台notebook 我当然不希望说 我收到它是DOA 我怎么能够接收 对不对 但是 DOA还好 但是最惨的是我上面有瑕疵 瑕疵怎么办 所以很多 譬如说我买一台notebook 这个经验好了 如果你今天发现说 它的表盖上面有瑕疵 你怎么办 你会接收吗 应该不会 所以我们在前端 我们就要用一个所谓的 Quality Assurance 的那种概念去把它做筛选 但是每个人的筛选的概念不一样 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一点点 就是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 其实换过头来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种事情 变成交给AI去做 所以我们很早之前 我们就在最后的 这个所谓的A guide 这个上面 我们用Fault Detection 去把它去政策出来 就是说哪一些是有瑕疵的 我们提早让它在生产线上面 就可以把它筛选出来 所以 最后出来的这些成品 就比较不会遇到 这种的所谓的DOE 或者是Experience的问题 再来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企业组 当然 半导体厂商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形 它对的可能不是end custom 它可能面对的是 B2B的客户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高科技的 其实它的 它是产品有time to market 要跟business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 所以我们有一套 我们反馈的机制 就是说 从生产 deliver到客户 到客户的feedback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 变成在汇集到back data当中 当我的前线一线的销售 要去把这种data 去找到合适的客户的时候 这些都是很好的武器 譬如说我今天 我作为一个sales 我今天去到客户那边 我提早就知道说 这个客户它之前 面对过什么问题 我哪一批货 可能中间有些瑕疵 我怎么去manage 怎么去解决 所以说这些筛选到正确的客户 我们也是透过AI的这种方式 去做一些所谓的筛选 所以说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 其实我觉得说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都会提到 刚刚提到Edge Computing 这个事情 那Edge Computing 在这几年 其实我刚刚跟Kevin 聊了很多 也学了很多 就是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end device 都会开始把Edge Computing 尤其Edge AI 去把它加进去 尤其是譬如说 我们传统一些camera 你会发现说AI 我们可以在data center上面 去做training 然后可以去 在Edge端去做一些inferencing 但是这些都可能对整个效率 其实是有疑虑的 那其实现在可以透过chip design 应的时候 都可以把AI 可以把它放进去 所以呢 其实它可以大大减轻 在Edge上面的一个 所谓的inferencing上面的一个速度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现在提了一个新的议题 叫做Factory AI 的training 就是我们可以让各地的 去做一个所谓的联邦式的 分散式的这种的training model 那这些model 怎么去加速这个整个processing 当然很多人会也担心说 这些所谓的资安上面的问题 所以说这些东西training完之后 到底谁来去ensure 他的这个资安的部分 那刚刚Kevin 其实有跟我去谈了 就是说 其实在design的这个 其实已经ensure了这个security 这个部分 那从我们的平台端 应该是说这个所谓的架构端 我们就是透过blockchain的一个方式 然后去让这一些不会被中心化 去做security的ensure 所以说我想就是可以 我们可以用一站式的这种方式 去提供一个真的是 true value to customer 刚刚谈到security 我记得Kevin有提到说 事实上Synarsis在这方面 有蛮大的一个方向跟使命 能不能谈一下 是 Synarsis的一个corporate strategy 就是from silicon to software 就是说任何的一个silicon 你在市场应用商当中来讲 一定又会有上面一个 加载软件的部分 不过在这方面来讲 你从一开始 silicon的design 本身security如果去做 适当的protection 以及到后面 刚刚Eric所讲到的 在整个生产制造当中 AI的data 还有在做这个manification当中 上面所有 会用到软件的部分的protection Synarsis基本上 在从一开始 chipped the design label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security engine 在那边来讲 在做第一层的防护 那从系统端的software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有 特别的一个BU部门 叫做SIG 基本上负责就是 针对整个系统应用端 整体的软件的security考量 对 基本上也是形象自己 在整个公司策略 在未来科技的一个 整个生产制造当中 所着重的另外一个重点之一 所以Follow刚刚Dale 我刚刚所提到的 在整个生产性当中 AI 我觉得AI这边扮演几个角色 Edge AI在这边来讲 除了缩短 整个data complication from edge to cloud这边来讲 另外还有一个 重要的就是privacy 那privacy 其实也connect到security的部分 因为特别像有一些data 比较sensitive 对一些应用当中来讲 你除了针对降低latency 所以我们不送到云端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security的问题 有些security 不需要在edge端解决 而不会把它送到云端 那举个例子 另外一个就是medical device 也是一样 本身medical device的一个data 其实对很多的use case来讲 会有concern 放到云端的时候 所以就会把那些 AI的engine 直接在edge端就直接做掉 所以呢整个晶片 到整个一个科技制造 把AI导入到任何的一个corner 其实这是一个未来重要的一个趋势 你刚刚提到说 你有客户是金元方面 有一个案例可以谈的 金元制造这边 金元制造在这边来讲 我想分两个 例如说tsnc tsnc它做整个金元制造来讲 它里面所包含的整个全世界 各个重要客户的一个data 所以在这边来讲 它如何从系统端去考量整个的一个data protection 以及避免hack 所以例如说制造来讲 你制造整个未来走向 会慢慢走到无人的工厂 在这个automation的一个状况之下来讲 如果去preventhack 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供给方式去侵入 来impact你的整个production line 所以security呢 基本上会是senasi另外在整个 我们针对科技当中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环 今天非常开心 跟三位专家 谈了很多在科技制造的发展 科技制造 因为AI跟企业上云的一个趋势 未来会有不同的一些新的面貌 希望能够提供给观众 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今天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